遭到80名歹徒喜劫 許多人戴著滑雪頭套 揮舞的鐵槍襲擊電源 還搶走了大量的商品之後 衝出來分搭大約25輛車逃逸 全程不到一分鐘 黑鴨鴨一群人從百貨公司衝出 有人穿著帽T套住頭 有人直接戴著滑雪頭罩 手上拎著大包小包 直接跳上停在路旁的汽車上 或是把整個搶來的行李箱 往車裡塞 整個過程不到一分鐘 美國加州舊金山一家百貨公司 20號晚間遭80名歹徒喜劫 現場約有25輛汽車停在外面 好讓搶匪能迅速逃離現場 這起大規模搶案 不只消費者被嚇壞 還有兩名百貨公司員工 被歹徒用鐵槍襲擊 警方目前只逮捕到3名搶匪 而就在事發前一天 舊金山聯合廣場的多家名店 包括LV在內也被歹徒們盯上 只見一群人在店裡大肆搜刮 甚至直接站上櫃台櫥窗 搶好搶滿後衝出店外 有人跑太慢被貨報趕來的遠景 當場壓制在地 鏡頭轉到芝加哥也上演類似情節 17號一群約14名搶匪 在光天化日之下闖進LV 掏出事前準備好的塑膠袋 開始狂掃架上商品 店員嚇得趕緊躲到一旁 還有不知情的顧客走進來後 當場愣住 事後清點 歹徒搶走了 價值12萬美元 約台幣330萬的商品 由於這極其搶案 接鎖定LV等知名精品下手 手法極為雷同 警方正追查是否有所關聯 預謀犯案 記者綜合報導